有一个老大爷误入歧途 一辈子也没有结婚 每天都泡在歧单上 没办法了 他的家人找到王铁锤 希望王铁锤能够帮助这个骑吃 借掉骑饮 那结果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最后就知道了 王铁锤先走摆下中泡 这个老大爷呢人送外号骑吃 选择一手上马 上马出鞠 出鞠 老大爷下了一辈子骑了 选择了一个去头屏风马 对自己的骑非常自信 铁锤冲兵 他来冲足 然后汇聚过河 屏炮腰队 屏聚摁中退炮 王铁锤选择了一个毒辣的寄进中兵 不是继续冲 打一下 躲开 冲足上马 本来这都是常见的变化 走到这黑骑都是冲足 红旗上马 那黑骑呢再点夏尔陆锯 但是走到这黑骑变招了 他选择了一手平足 那就选择吃掉 然后啊再把这个中足拱掉 打一将 补个相 再架个中泡 黑骑呢 上马一踩 红旗平局 那退个炮 担子住 我们知道这夏尔陷这种担子炮 是一个非常顽强 非常结实的一个防守的阵型 红旗选择了一手上马 这招上马之后不得了 下一招要马换双向 然后啊来一将 你只能出牢下 再平局一将 那黑骑呢也是不着急 进马 踩鞠 你现在就来不及了 踩着鞠呢 你这个鞠呢 又不敢横着走 横着走打向监军 就选择了一手进鞠 那黑骑再点鞠下来 你现在鞠不通了 鞠路不通 所以说呢 他没着急换这个像 上马 平局 先护住自己的将门 那红的出鞠 黑骑呢 先出老将避让 那红旗呢 就选择一手先补式 以后啊 不让你带肩来打 黑骑呢 出局 那红旗在这里 叙事了半天了 感觉子力啊 这个双鞠 双马双炮 六个大子都已经到位了 然后呢 就开始动手了 前半部分 都是在这里排兵布阵 叙事 好 这一到位 可不得了了 马上啊 就 马踏中向 我们经常说 一马换双向 骑士必英雄 现在呀 吹响了这个进攻的号角 一向 然后呢 一吃 吃完之后 下一招 就有一个平炮 把你的鞠盖住 又要重泡姜 又要臭鞠 这些手段 而且呢 还有上马姜 这些骑 那这个骑士呢 选择这个退鞠 那就来一将 来一将之后 这个黑旗啊 也没有选择来 垫这个炮 而是呢 直接啊 就把这个鞠弃了 把炮一吃 那他把鞠一吃 这个黑旗一看 这个鞠没了 然后呢 还受攻 关键呢 自己呢 没有任何攻势 也就选择 投资任父了 那这输了鞠之后 王铁瑞就劝他了 就说呀 大爷呀 你看 我比你年龄小了这么多 而且呢 前面这个棠 我都一直没有进攻 都是在摆造型 等我一摆好之后 一发动进攻 你看立马 你就输了 那这个棠呢 的变化很多 这个人的一生啊 你不能把这精力都放到这个棠上 再说呢 这个下棠啊 也要讲究天赋 意思是不要让这个棠吃啊 把这些 再把这个时间呢 都花费到棠上了 但是呢 结果呢 事与愿违 其实就说呀 通过这般棠 我感觉这个象棠 真是博大精深 变化多端 以后啊 还要花更多的时间 先跟精力去研究 你看看这事儿给闹的